What's up guys, 梁先生, 大家好, 我是梁浩文 不要吐槽我发型, 因为我买了一个米家的那个理发器, 我自己理, 然后第一次翻车了, 我自己是觉得不理想了, 然后第二次我就直接修修补补, 直接理了一个所谓的光头寸头, 又不是不能用, 是吧, 还凉快的, 好打理 那这期视频, 我说的是, 我如何劝退广州土豪, 广州某位权贵, 某一开保时节的比较, 杀杀杂的权贵, 去别买那个康师傅康塔多的Auron Bikes, 不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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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下啊, 前因后果啊, 这几天我应该是能成功劝退他, 让他去买其他牌子的 为什么我不推荐他购买,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品牌溢价高, 然后为什么我觉得就算是二手, 他也会觉得后面应该也不好出 首先, 首先, 这品牌我在最开始的时候, 大概一年多以前, 一年半以前, 我是有接触过这品牌的 公司对这个品牌, 觉得是溢价有点太严重了, 这个车架实际上是在厦门星凯做的, 而且星凯开给他条件其实非常非常的好, 几百个车架就给生产了, 然后, 为什么最后没做起, 第一是价格问题, 第二个就是, 我们就算我整个采购, 甚至一个所谓的技师, 甚至很多的网友都是觉得他这个头管的这个走线是有问题的, 那像江戴尔, 而像Trek, 像Specialize, 闪电嘛, 它是圆形动管的前叉, 但是, 最后他们处理都是处理得非常好, 而另外一派就是E型托管, 像BMC, 像Factor, 雷德利, 还有现在很多很多的一些品牌, 使用的是E型托管, 那么E型托管就是那些线, Cable, 其实也是完美的绕过, 绕过那个舵管, 走从, 从, 陪林那里走上去, 那这个, 那这个, 麦克玛, 这个, 阿隆巴的麦克玛, 它非常特立独行, 虽然有点像佳能戴尔一样, 但是佳能戴尔, 它的线呢, 它不是完全锁死的, 它的, 在走这个, 外走线呢, 就是, 是机械变速的时候, 它也不是完全锁死的线管的, 而, 麦克玛这个设计, 是会, 打到你的托管的, 因为它锁死, 它的那个Cable啊, 是在车架上面出, 而不是通过这个, 呃, 培林万组, 绕, 绕, 绕出去出的线, 那这个, 是有个非常大的B管, 因为它锁死了线管, 它非常非常容易打托管, 两条线在里面, 只要你, 旋转你的这一个前叉, 那这个线管就非常容易磨蹭到, 这是为什么, 好像香港啊, 好像我们的中国台湾啊, 对这个车架其实评价都, 好像没怎么卖, 啊, 评价也非常的, 一般在国际上, 或者在一些, 一些平台上面, 你也很少能见到这台车, 的一个展现, 或者是个推广, 那, 呃, 国内我在微博, 你可以搜, AURUM, AURUM车架, 在微博上搜, 那最新的一个pose, 最新的一个展示, 那是在2021年5月份啊, 是一个,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热度的车架, 呃, 然后除了这些, 呃, 说车队啊, 说车架以外, 基本上都是在喷着车架, 说这个设计有问题, 像长粉啊, 像什么, TZBuy啊, 我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是在骂的, 那我自己非常不可看的好, 所以说我也最后和我这朋友说, 算啦, 丢雷, 特立独行, 没什么好处的, 你不如找个其他定制品牌, 自己定制一个车架, 算了, 没有必要找这种奇奇怪怪的小众牌子, 小众, 我其实我觉得啊, 它的, 它的, 它这个品牌是ODM啊, 这个, 设计啊, 就有点像ASOS, 直接外包给星凯, 是直接星凯出来了一个方案, 它们直接把这个方案买断了, 我自己觉得啊, 实际上, 实际上不太清楚, 但我觉得这个设计真是他们, 买了它, 真是倒大霉了, 好吧, 这期视频就是, 是, 啊, 是跟我的朋友一个交代, 也是给大家打算买这个车架的人的一个交代, 你自己, 行谁啦? 就是这样吧,